第一个是位不推 入圣流 不堕凡地 凡圣的差别 凡夫 决定生死轮回 圣人决定不堕轮回 凡圣差别在这个地方 所以 小城出国虚脱缓 断八十八平 建河 就叫入圣流 他这个位置就不退了 所以他不会堕三窝道 虽然没出三阶 他只是天上人间 七次往返 在天上人间多无修行 这个七次往返 这么长时间修行 正沃罗汉国出了三阶 所以这个叫做 威不退 小城出国 原叫出信 这是这个地位 这是这个地位 第二中呢 行不退 这个行是菩萨行 横度身 不度二臣地 小城人 越厉小 不能够 普度众生 换一句话说 他度众生 要跟他有缘 没有缘 他不会主动去 帮助人 不想大乘菩萨 大乘菩萨 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过 做众生 不秦之友 换一句话说 他帮助众生 是主动的 众生没找他 他去找这些众生 这是菩萨 小城人 不会找人 你找他 可以 他不找你 霸臣菩萨 主动要找众生 所以 这个行不退 是绝对不会退到小城 去当治疗汉 不肯 度众生 第二个叫行不退 第三个叫念不退 这是最高的 这是原教 出诸菩萨 破一片无名 真一份 法身 华言经上讲的 法身 罢子 这个念不退 是法身罢子 心心流入 撒泡若海 撒泡若 也是翻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 叫一切种子 还是个比 比喻它深 比喻它广大 也就是说 它心心 都与如来 谷地上的 一切种子 相应 我们在三皈依里头 皈依佛 佛是 绝而不明 念念流入 撒泡若海 那是道道道地地的 归义佛 道道地地的 归义佛 念念 与如来古地的 智慧相应 念念不明 那么这个是 奥批八字的意思 这一个名词的解释 若越词统 那又是 如果就我们苏婆世界的这个状况来说 藏教出口 这天台加盘的叫 藏通别约 藏教出口 通教建地 别教出诸 原教出心 民为不退 这个是四教 他们修行到这个地位 卫不退了 这就如 圣灵 所以原教是粗性 别教是粗度 别教粗度 等于原教的粗性 那么这四个地位是相等 但是主要晓得 这个相等 只是叫 断活 相等 断烦 残老相等 智慧不相等 智慧 藏教出口 比不上通教建地 通教建地 比不上别教粗度 别教粗度 比不上原教粗性 所以智慧功德 不一样 那是不等 只讲断活相等 那么这个断活 通通都是端 八十八品建物 见死般的断建物 所以叫 微不退 通教菩萨 各位看这个地方 藏教就没有了 藏教古鲁汉也没有了 通教不上 别教呢 石慧相 别教石慧相 原教实性 您行不退 所以行不退 没有藏教 那么再看 念不退呢 别出地 通教也没有了 通教有菩萨 也有佛 通教佛也没有了 从别教出地 原教出土 因为这个地位 破一平无名 正一分发生 所以叫做 念不退 这个石 四教 你这一看 你就知道 就清楚了 通通 都是从断活 相等 相等 智慧功德 完全不相等 原教出土 比这个